要請教德宇 他除了自己在自說自話 自己這個逃避各界 對於他的這個家族的財產 跟資金來源 以及其他的重要事項的檢驗 也就罷了 他連選舉都做得十分的下流 去跟著人家林靜怡 連梯梯的 然後還用這個監視的方式 去監看那種跟林靜怡握手的人 可能晚上就打電話給那個支持林靜怡的人 那接下來他還封殺人家林靜怡的看板 各位 要不是這一次選舉是一對一 以前其實那陳柏惟就碰到這個狀況 搞不好更早陳世凱也碰到這個狀況 只是當時大家求救無門 因為你這個這麼大型的選舉裡面的時候 很少人可以單一的去檢驗 這個台中中二選區的選舉 這是老天有眼 幹這種根本就是小太保 小流氓的事情 而且還騙人 他的這個21號的公開行程 這個公開行程公開給媒體 結果在現場沒有人 完全沒有辦法出現 然後他去偷看人家那個林靜怡的行程 然後跑到林靜怡的場子裡面去 然後記者都在林靜怡那邊 他也順便去上這個媒體 有這種無賴的方式嗎 簡直就是一港一港 我們講的那種根騷的那種無賴男 接下來還有這個在地的人說 其實他還去去嚇當地人的 因為當地人看到他來了 恐怕就不敢公開支持林靜怡了 然後誰敢公開支持林靜怡 晚上他們的人馬就會打電話去恐嚇 真的是這麼樣的這麼樣的下流嗎 我想這一個候選人的行程 因為兩位候選人 其實他有本質上的差異 因為顏寬恆他們長期在這個地方經營 所以說你說你要問他說 一天行程有多少 他說我至少三五十個 這個是確確確實一定會有的 但是他以他過去長跑的 這一個方式就是說 他就是動作走痛的走 他比較沒有那個所謂公開行程 或是媒體點的概念 那一天一天如果裡面有四十個行程 他就是從早到晚照表操課 哪裡能跑到就幾點到 反正他也不會去在乎 有沒有媒體曝光 有沒有媒體要提問 但是他後來他發現說 欸不對啦 林靜怡照理講 他口中的空降的林靜怡 他跟地方沒有連結 他應該地方找不到行程可以跑啊 可是他卻發現林靜怡從早到晚 前一天晚上就已經預告 他早上六點半在哪裡 跑到晚上十一點 十二點 這樣子整天的行程 完全在網路上公開 媒體點也公開 然後他發現這個新聞效果 好像大家就跟著他走 那所以他就想說 那這樣子那不如我看我行程裡面 這個他有的我也有的 那我就搭順風車 我就來現場 我來現場之後 既然那時候林靜怡有發媒體了 那我也在那個時候來到 那因為那個是公廠嘛 就譬如說這是可能是公所辦的 可能是社區辦的 那他也很自然的進來 但是這個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顏寬恒在跑的林靜怡不見得知道 而且很多都是顏寬恒他們自己既有的脈絡 但是林靜怡在跑的大部分是這個我們說的公廠 大家都可以跑的行程 就是帶人家變車嘛 他就是說因為他以前他不擅長這種打法 所以你說我們質疑 他說為什麼你們的行程都不公開 他們的記者就說 他們的發言人就說 我們行程很多啊 但是如果我一一公開 我會跑不完 就被就怕說 我表定十點 那前一個可能九點五十還沒離開 他十點又一個一個拖一個 在第二個又延後 所以他怕他行程跑不完 我我大概能理解 他跑通常的方式 因為我們平常在地方跑 如果是六日超級星期天 真的是大小行程 但是這是各玩各的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走我的獨木橋 你憑什麼偷偷跑到人家林靜怡身邊去 摘人家便宜 所以說我覺得說在新聞操作上 既然他們現在已經違請兩位專業的 這個媒體人來做這個新聞公關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新聞操作 應該要提升 那兩個媒體人 根本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媒體人 那不要羞辱我們在場的 這個秋迷玉小姐 那我要講的是 我們跟觀眾說的 這一綱圖裡面所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心思之不光明正大 對不對 跟著人家的行程 然後又來這一套 看板又不讓人家掛 這是林靜怡的一個看板 是一個粉專上講的 有原本主動要借我們地方 吊掛看板的支持者臨時可能 碍於壓力不變喪戒 那這個像話嗎 做這種小人舉動 柏陽陳柏惟那個時候被罷免的時候 不是也是這樣嗎 陳柏惟的行程原來 原來當時他在選舉的時候 也是這樣被他黏踢踢耶 只是大家沒發現 你這個叫做吃漢嗎 這個選舉的這個候選人玩這一套嗎 大家觀眾朋友 請你打電話到他們的服務處去 叫他們不要做這種見不得人的陰險的事 其實顏寬現在他有一個所謂的 輸不得的壓力 因為畢竟2020年輸過一次了 那這一次他原本以為這個罷免案 他可以贏得非常光彩非常漂亮 殊不知差距又非常的小 所以對他來講 第三站換一個林靜怡之後 他當然不能夠再輸 那不能夠再輸 他對於不管是地區選民的施壓 還是對於對手在媒體上 還是地方行程上的壓力 他只能夠繼續拉高 那繼續拉高什麼方式呢 當然就是從過去的 比方說柏惟去到哪裡 隔天嚴巴巴就打電話去施壓 不要給他集齊啦 不要集齊多多啦 你家不要借他住 不要借他放看板等等的 到現在是什麼 靜怡在跑的時候 靜怡去到哪 他就跟到哪 那靜怡去到什麼地方呢 大家地方的人是看到說 顏寬痕也跟來了 那下一場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再去林靜怡的場 我會不會再被遇到第二次 他去恐嚇人家 變身的恐嚇嘛 那剛剛寇姐也有講到 其實地方上也有在傳啊 傳什麼 傳說 如果說今天在靜怡的場 靜怡出現 顏寬痕也出現 你被看到之後 事後電話就來了 親自拜訪就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他在地方上 所散播的一種恐懼 他第一次碰到林靜怡 那一天他有拿手機出來拍 他有拿手機出來錄影 其實就是他不是真的在錄現場的人 跟那個支持者在握手的時候 有啊 那個影片上都有嘛 對不對 那我講一下 忽然的拿著 這個影片搜證耶 他其實不是在真的錄有誰 他是在幹嘛 他在做給你們看 我現在I'm watching you 我現在就看著你們這些人 你們都出現在這林靜怡的場合 我把你們點名做給他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 比方說我們也知道 他現在就是如果靜怡有媒體場 他就會跟嘛 那這樣一個新聞就會併在一起 有靜怡的畫面 也有顏寬痕的畫面 他可以威脅當地者 不必去這個不敢去公開支持林靜怡 但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他可能不會維持這個動作太久 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草包嘛 他為什麼需要用到兩個發言人 就是因為他不會講話 你看那個那個社會安全網的事情 明明就是一個 如果以如果以一個藍營的來講 今天有發生重大事件 我要挑戰執政黨 我要challenge 我一定是讓你出洋相 結果我沒有想到 竟然是一個去挑戰執政黨的人 發完文之後 自己出洋相 被網友圍剿 你看閻光恒十一月十九號 出那個競選標語的時候 是說什麼 他說做事 不要講幹話 來我們來看看 從高端 世紀帝國 社會安全網 國家機器動起來 還有什麼我以為是跟周玉寇在選舉 還說核四也是一個選項 搞到現在 每天都在講幹話 所以閻光恒的那個看板 真的就是什麼 不會做事 就只能講幹話 他就是每天一直這樣 不斷地在講 那講到現在 我覺得最扯的一件事 是社會安全網 今天拜託好不好 閻光恒 你們家的人 你跟你爸花公款 對不對 然後喝花酒 到現在 難道你要告訴我 你拿公款去喝花酒 你是自己帶礦泉水 跟帶便當去嗎 你出來講說 那是爸爸的犯罪 兒子 這個不要假定說 兒子也有罪 今天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承擔 這個是當年 你們國民黨在罵陳其邁的時候 你們怎麼說 你們說他爸爸的事情 跟他有關係 陳其邁有出來辯解過 說那是我爸的問題 跟我沒關係嗎 陳其邁說什麼 他說身為人子 只能承擔 可是問題是 到今天歡迎寬恒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父親犯罪 子女也有罪 是否太偏激 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那是我爸爸犯罪 好不是我眼寬恒的問題 把他爸爸也都扔掉 對 把爸爸也扔掉了 財產拿了 爸爸就不要了 我覺得這個不孝子 去講這個不孝子 去講不孝分子 真的講出來會孝子的 行政院核定的 101到105 台中港未來發展 及建設計畫 要把這個發展目標 是要落實自由化 民營化 以及促進港務發展 中央政策也朝減碳 降低燃燒生煤的方向來制定 但是但是你們公司 卻要花十幾億 要花大錢 蓋廠房 買設備 然後要來自營進口的 這個煤炭碼頭 捨棄三港法 捨棄三港法 有以採購法的方向的辦理 本席認為 不但違背政策 而且有涉嫌犯法 有犯法的這個疑慮 我想要請港湖公司 你要3市 給你看看 3市 4市 4市 7市 4市 6市 5市 6市 7市 9市 8市 9市 5市 8市 5市 8市 9市